七夕杰千万不要吵架 尤其是在神像面前 而大山和小美就这么干了 气得神像都看不下去了 吐出一口仙气 就把两人环绕在内 可他们却没有任何感觉 就气呼呼地离开了 到了深夜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仙气从小美的身上飘出 而大山这边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只见两股仙气相互缠绕 各自进入了两人的身体 清晨闹钟响起 大山和小美同时醒来 大山一下床 突然感觉很不一样 感觉自己的胸肌见长 可瞬间崩了 这哪是什么胸肌啊 赶紧低头查看 找了半天 只好用做梦来解释一切 可环顾四周 发现这不是自己的家 她望向镜子 此时小美也紧张地 看着自己的变化 大山想要打开窗户求证 正好看见了探头的小美 原来两人就住在隔壁 大山拉开抽屉找内衣 却发现上面印证日期 这可省了不少麻烦 可就是背心不好穿 然后她发现不穿也挺好 而在这之前 小美是个乖乖女 不仅人长得漂亮 还是个学霸 跑上耶鲁大学 对她来说一如反掌 大山是橄榄球队队长 运动天赋一流 就是成绩极差 学渣一枚 唯一希望就是被球探发现 课招进好的大学 要不然就得紫成副业 去卖香蕉 两人虽青梅竹马 但也是冤家 小美在家研读诗词歌赋 大山就在家里进个热舞 小美走路上学 她就让小黑压过水坑 故意见小美一身水 和谐社会 大山不知道的死多少回 上课时 趁小美不注意 给她打开斗地主的网站 捉弄她 大山有个拉拉队长的女朋友小丽 两人简直就是神仙眷侣 可就在那天的历史课上 一切发生了改变 他们的灵魂互换了 再次见面二人 很是震惊 眼看小美就要落泪 大山赶紧安慰 这没准就像感冒一样 明天就好了 他们决定先过好今天 这可难坏了小美 上厕所时 不知如何下手 小丽还约她晚上一起打牌 这可吓坏了小美 训练的时候 本是主力的她 连球都接不住 好不容易接住 下一秒 在教练的一顿臭骂中度过了惊天 原以为第二天就会恢复正常 可醒来却发现 没有任何变化 小美也在想尽办法 解决早上的难题 来到学校 大山按住小美 告诉她自己听说了 昨天训练的事 猛然发现 小美把她参加葬礼的礼服穿了出来 这还是自己嘛 头发还梳得整整齐齐 简直就是小白脸 小美听了很爱气 告诉她我的身体我做主 大山一看 竟然敢和自己硬刚 她决定要给小美好看 一双大白腿从车上走下 迈着轻盈的步伐向前而去 顿时迎来了很多同学的目光 这就是大山的报复 小美上前赶紧给自己遮上 大山回对她 我的身体我做主 赶紧拿开 不然我可喊非礼 然后就去了所有男人梦想的天堂 吃饭时 大山不拘小节 吃的那叫一个嗨 看到此景的小美 准备反击 她故意在舞台上一阵乱跳 还在撒尿的时候 释放有爱的目光 一番较量之下 小美哪能认输 她来到大山的女朋友面前 直接提出了分手 气得大山用出了绝招 她告诉小美 今天将是你难忘的日子 因为过了今天 你就不再完整了 然后 直接上了一个男同学的摩托车 他们回到家里 男同学邀请她斗地主 下的大山直接选了一瓶绿茶 虽然很想报复小美 可她过不了心理的那道坎 借着尿顿就逃跑了 此时的小美还在家里黯然神伤 第二天 同学们都在议论这件事 小美听到后 坐在楼道里哭泣 老师问她 这是怎么了 小美告诉她 昨晚自己在拖车里失去了铜针 把老师整得不明白 之后又发现了柜子上写字 这时大山出现 准备逗逗小美 但看到太过伤心的小美 她便解释到 昨晚什么也没发生 可这是早已传开 大山便气愤地找到那个同学 想要教训她 无奈她只是女儿生 就在这时 小美挺身而出 逼她说出了实情 然后 两人决定和解 正在谈心时 忽然想到 灵魂互换可能是因为那个神像 他们来到神像前 诚恳地向她道歉 希望她能帮他们换回灵魂 但等了半天 却什么也没发生 眼看大学面试在即 小美急哭了 而大山的决赛也将临近 二人决定互相帮忙 小美帮助大山学习诗词歌赋 大山教小美打橄榄球 无奈小美空有男人身 却没一点运动天赋 他们从日出练到日落 直接练到了大山的家里 这个男人正在安慰着失恋的女孩 之后 他便被带到了女孩们的睡衣派对 看着欢呼雀跃的众人 大山默默地关上了门 此时的小美 正要和小黑一起去参加聚会 在这里 小美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她成功地将自己灌醉了 清晨 大山从树上滑过来照顾小美 小美很是感谢她的照顾 二人在不断地接触下 感觉似乎有了变化 傍晚 二人在一起练球的时候 小美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发生了变化 而大山的诗词歌赋 在小美的指导下 一月牵连 夜里 小美第一次动用了大树传送 她来到了大山的屋里 他们约定 二人一起参加毕业舞会 大山来往密切 可这一切都被大山听在那里 她和小美妈妈争吵了情 气愤的大山来到球场发泄 小美来到 问她这是为了什么 大山告诉她 明天的比赛无比重要 一旦她输了 她将一无所有 她不像小美 拥有聪明的头脑 可以轻松进名校 找好工作 住大别墅 吵架的二人 失落地回到了家 小美看着大山的奖杯 明白了大山的顾虑 大山也看到小美的 大学面试单 她决定尽全力帮助小美 得到这个机会 可面试的时候 校长问了她 无法回答的问题 大山动用毕生所学 也没找到答案 校长只能对她表示遗憾 可大山不想放弃 她用自己的方式 让校长爱上了广场舞 而小美也将迎来 人生中最大的挑战 比赛开始 小美连连失误 比分远远落后 关键时刻 大山来到 给了小美鼓励的眼神 小美一人抱球 躲过围追鼓节 冲进对方禁区 处地得分 自己的队伍赢了 球探也找到了小美 大山去名牌大学的 愿望实现了 大山非常高兴 她感谢小美所做的一切 一番真心实意地表达 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一股仙气包围了他们 神像将她收了回来 一瞬间 他们的灵魂各自回归 大山被队友抬走 小美追了过去 只看到了小丽热情地 抱着大山 她便失落地离开了 第二天 大山想要解释 并带小美去参加舞会 小美妈妈告诉她 小美是不会去的 而此时的小美 手里拿着耶鲁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她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快乐 因为她知道 灵魂互换后 她已经爱上了大山 这一切全被爸爸看在眼里 舞会之上 大山毫无疑问地 当选了孝友国王 可她却没有一丝喜悦 她的心里 现在只有小美 晚上 爸爸找到小美 告诉她 有些东西一定要努力争取 说完便拿出了 为小美准备的礼服 在父亲的鼓励下 小美来到了舞会现场 大山看到小美 直接奔她而去 这一刻 她才知道 小美对自己的重要 本想用诗词告白 却总是忘词 逗得小美连连发笑 即便如此 小美还是高兴地 和她离开了舞会 在二人家门前的大树下 紧紧相拥 两个爸爸同时举杯庆祝 这部电影让人感觉 有种简单的幸福 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 也许在下一个转角 幸福就在那里等着你